大家好,我是依禅 今天依禅想跟大家聊聊 余生只求相处不累 师父说 人生在世,生活不易 短的是一辈子 长的却是磨难 在有限的人生里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最好的关系 相处不累,互不猜忌 如此度过的余生 才是最好的余生 前半生懵懵懂懂 后半生忙忙碌碌 一生不长 错过就无法重来 余生很短 最幸福是有人爱 和有的人相处 要采他心思 防他心机 和有的人相处 要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让人疲惫不堪 和相处不累的人相处 却能做最真实的自己 累了 无需强颜欢笑去掩饰 难过 不用假装坚强去应撑 想说的话随时说 不用怕落人画饼 想做的事可以做 不怕被人指指点点 人生之路行之过半 很多人也渐行渐远 可总有相处不累的一个人 陪伴你的左右 和相处不累的人交往 心情敞亮 感情坚定 你一个眼神 他就明白 不需要多言 彼此心照不炫 一段需要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 只会让人担惊受怕 一段需要唯唯诺诺迁就的感情 只会让你精疲力尽 一段让人自在的关系 才是最适合的关系 只有相处不累的感情 才经得起生活的考验 人的一生有太多疲惫 但相处的疲惫 才最伤人 只有心不累了 生活才会快乐 只有相处不累了 关系才能长久 往后余生 愿你遇到一人长长久久 互相了解 互相体贴 忘掉心机 写下伪装 我是依离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 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 与平静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